去年平板市场发展很快 各式各样的平板不断推出 国产平板更是以高配置低价格来抢占市场 不知道蓝模在你的心中的印象如何 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它 我是在那个大家都还在用MP3的时代就听说过蓝模 在后来的MP4时代对于蓝模的产品就有了关注 今天我们来看看现在这个平板的时代 蓝模的新产品蓝模i8 这个i就是英特尔的意思 而8就是8寸的意思 所以蓝模i8是一款英特尔平台的8寸平板 这个命名规则还是很清晰的 蓝模i8在天猫上的售价是899 也就是千元以下的平板 看看蓝模在这个价位能把平板做到一个什么程度 好了我是小皮 咱们开始吧 首先是这个外包装 细长的包装比16开的书要稍微长一些 中央是一个蓝色的圈圈 左上蓝模的logo 中间这个圈圈应该就是蓝模logo 中间那个欧的形象吧 白色的底色蓝色的印字 这个配色还是显得干爽简洁的 正面右下左右两边都印着intel inside 非常显眼的告诉用户 这是一款英特尔平台的平板 背面除了厂商厂纸信息以外 就是这款i8的一些性能参数了 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一下 首先是这个香槟金啊 对的你没看错 就是土豪金的那个香槟金啊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个处理器型号 英特尔的Z2580 这个我们性能部分详细说 包装就是这样了 整个包装拿在手里并不显得大 我们开箱 首先是被塑料薄膜包裹的机身 背面就是香槟金色的后盖了 下面的小盒子里面是产品说明 旁边的长条小盒子里面是数据线 以及旅行充电头 栏膜i8的三维大概是21厘米长 12厘米宽 8毫米厚 以我的手掌大小 单手握住的话刚刚好 稍微有一些吃力 但是如果只是拿着的话 无论左手还是右手啊 像拿书一样的姿势 都是可以很好地把它拿稳的 要提到的一点是 i8的重量是441克 上手会有沉甸甸的感觉 单手用一段时间就要换个姿势拿了 躺在床上用的时候 掉到脸上拍一下还是挺疼的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我不想说 i8的四个角都很直 比较硬朗的外观设计 有一种商务风 边框比较窄 单手进行简单的滑动操作时 并不显得别扭 还是挺顺手的 正面上方有一枚200万像素的前置镜头 设计在了一个既不是中间 又不是角落的地方 强迫症看了估计要疯吧 背面镜头的位置设计还算正常 背面最亮眼的就是这个香槟金的后盖了 这个颜色并不是咽得乍眼那种 而且还采用了哑光的处理 再加上顶部有一条黑色的配合 还挺好看的说 如果你仔细观察 从背面到底部过渡的这个地方 还采用了斜切的这个工艺 也算是一个亮点了 从背面到顶部也有一个过渡 为了搭配顶部以及背面上部的这条黑色 这个过渡采用了黑色的塑料材质 这些细节都被考虑了进去 电源键以及音量键 还有TF卡的插槽都被设计在了同一侧 另外一边干净的什么都没有 音量键设计的比较短 但是还是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相比较而言 这个电源键设计的就太小了 而且位置很高 不过虽然大小跟位置设计的很让人纠结 但是按键的这个反馈还是很好的 软硬以及键程 我用着都非常舒服 至于这个扩展卡的插槽 有一种让人插进去就拔不出来的不安全感 整机底部是两个喇叭开口 声音的听感还算不错 但是由于平板经常会横置使用 这样会感觉只有一边有声音 另外一边没有声音 如果能够将喇叭设计为顶部底部各有一个 这样就更好了 总的来说 外观的美丑当然是你个人的喜好问题了 这个香槟镜的后盖还算是耐看 看天猫旗舰店还有一款说是黑色后盖 但是看效果图上面应该是深蓝色的 这个效果看起来也是挺不错的 8英寸的屏幕 分辨率为1280x800 PPI只有189了 这个屏幕如果拿近点看 颗粒感肯定是有的 或者说比较明显 但是前提是你拿的比较近 只要你把i8拿到正常看书的这个距离 这个显示效果应该说可以满足你的眼睛的 起码我是看不出什么颗粒感了 在颜色的显示上算作合格 但是颜色显示的整体泛白 饱和度不够 这张会比较明显 会显得泛白而且不饱满 可是角度的表现还算不错 大角度下是可以看清的 但是大角度泛白的情况就会更加明显 当然这个价位的平板多数都会在屏幕这部分做妥协 i8这个屏幕虽然表现平平 但怎么说也是三星的原装屏 而且显示效果各方面也能算作这个价位的主流了 最后屏幕的亮度是不能够自动调节的 应该是没有内置光线感应器的缘故了 性能部分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英特尔的新跑分表现怎么样 这款Z2580有着2.0GHz的高频率 双核四线程 X86的架构 搭配1GB的RAM以及16GB的RAM 最终跑分在21600 算是终端水平了 下面来看看各项表现 首先是游戏的表现 大型游戏并没有表现出吃力的情况 请问一下 欢迎订阅 欢迎阅 3 2 1 至于大家都关心的这个兼容性问题啊 我测试的几款游戏都没有出现兼容性的问题 至于小游戏就更流畅了 操作也比较跟手 没有出现过当你快速操作时 没有反应的这种情况 拧音表现上 英特尔的这款芯片对于硬件解码好像支持不大好 常用的RMVB格式或者是MKV格式都不能硬件 软件解码以后就可以流畅播放啊 拖动的反应也比较快 快进快退的操作也比较流畅 可以满足日常你用平板来看电影的这个需要了 只是在使用期间啊 出现过一次卡住不动的情况 可以返回桌面 然后在点回播放器的时候就不能播放了 重启平板以后解决了 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个是第三方播放器的问题 还是系统稳定性的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只出现过一次 没有再出现过 下面来说说系统 栏模i8是基于安卓4.2.2进行简单优化的 系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操作起来也比较流畅 同时也内置了这个栏模游戏中心 以及栏模软件市场 查找和安装软件游戏也都比较方便 系统没有二级菜单 所有软件都在桌面显示 一个最大的问题啊 就是图标太小 一排它排了八个应用 默认的字体也比较小 虽然在设计里面你可以调节 但是即使调节成超大字 在桌面上显示的这个字依然不够大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小字更显得精致了 但是如果你考虑是为家里的老人来购入这一款平板的话 这个问题就一定要考虑考虑了 续航方面进行了两个小时的高强度的续航测试了 全程都是连接WiFi的 首先是半个小时的本地电影 耗费了9%的电量 接着是半个小时的游戏 也耗费了9%的电量 然后是半个小时的电子书 耗费了7%的电量 最后是半个小时的网页浏览 耗费了10%的电量 所以在连接WiFi的情况下 高强度使用了4-5个小时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待机呢 在关闭WiFi的情况下 一共测试了两次 都是从100%满电开始的 第一次待机2天零8个小时 还剩94%的电量 第二次待机一天零17个小时以后 还剩96%的电量 照这个数据你充满电 一个月不用它也还会有电 这个待机数据还是非常给力的 如果只用一句话来评价这款栏目i8的话 那么物有所知应该是比较合适了 外观不错 这可是土豪金的后盖 性能当然满足需求了 待机给力 续航够用 5-6个小时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只是屏幕的表现平平 系统优化非常简单 如果想尝鲜英特尔的核心 或者就奔着那个英特尔 英特尔的去的 就可以考虑入这款栏目i8了 关于这款平板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关注我的微博 小皮下滑线Magic 给我留言提问 我是小皮 咱们就到这里吧 下次见